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首次启动DreamMelo8时 会出现一个工作区设计对话框 在对话框左侧是DreamMelo8的设计式图 DreamMelo8的代码式图 DreamMelo8设计式图部局提供了一个将全部元素进入一个窗口中的集成部局 我们选择路上设计者的设计式图部局 在DreamMelo8中 首先中显示一个起始页 可以勾选那个窗口下面的独带显示式图框来隐藏它 在这个页面中包括 打开最近项目 创建新项目 从大力创建三个方面实用的项目 对于大家保留 新建会打开一个文档 比如DreamMelo8的标准工作界面 DreamMelo8的标准工作界面包括 标题显示 试入队物 记录版 槐栏 插入栏 文档工业栏 文档倉口 属性面板和 辅度面买礎等 �ит动DreamMelo8后 标题显示 cera 显示 mdxMelo8 常用表示 sua view 基本件 编辑 查看 插入 缩载 文件 命令 暂点 创口和帮助 其中 编辑派单里 不用了对JM28看单中首简单数 本件 用来管理文件 例如新件 打开 保存 另行为 导入 导出 打印代码等 编辑 用来编辑文本 例如 剪切 复制 编辑 查找 替换和参数设置等 查看 用来切换视图模式 主题显示 隐藏标识 广合线等普通视图功能 插入 用来插入各种元素 例如图片 多媒体组件 表格 创架及操约接等 修改 具有对页面元素适合的功能 例如 在表格中插入表格 插分 合并单元格 对其对象等 文本 用来对文本操作 例如设计文本格式等 命令 所有人的附加命令像 站点 用来创建和管理站点 窗口 用来显示和隐藏控制面板 以及切换文档封口 帮助 连击帮助功能 例如 按下S1键 就会打开电子帮助文本 插入面板 提成了所有可以在网络任用中的图像 包括插入操约音的选项 插入面板主 其实就是图像化了的插入指令 通过一个个的按钮 可以很容易的加入图像 声音 多种体动画 表格 评程 创架 挑战 Flash 和ActiveAction 网络元素 文档工具栏 文档工具栏包含各种按钮 它们提供各种文档窗口戏图 如设计戏图和配奖戏图的选项 各种常态选项和一些仓常用操作 如在浏览器中浏览 标准工具栏 标准工具栏包括 来自文件和编辑签栏中的一般操作的按钮 如芯片 打开 保存 保存存部 剪接 布置 编接 撤销和存在座 都在这里边 当我们打开或创建一个项目 进入轮榜窗口 我们可以在文档区域进行输入文字 插入表格或根据笔线 稳定音作 文档窗口 选择章程文档 可以选择下列任意试图 设计试图是一个用于可视化页面布局 可视化编辑和快速应用程序参加的设计环境 在该试图中 GCI World 显示文档脑完成可编辑的可视化表去显示 类似于在浏览器中 谈设面面时看到的内容 代码试图是一个用于编写 编辑 HTML JavaScript 服务器语言代码 以及任何其他类型购买的手工密码环境 代码和设计试图 使您可以在当个窗口中同时看到 同一门档的代码试图和设计试图 状态栏 文档窗口底部的状态栏 提供您以正在上面的文档有关的其他信息 标签选择截器显示 繁绕当前选择内容的标签的层次 结构 单击八层次结构中的任何标签 你选择该标签必须全部内容 单击包底 可以选择文档的整个状态 属性面板 属性面板并不是将所有的属性 发展在面板上 而是根据我们选择的对象 来更看显示对它的属性 属性面板的方向 完全是随当前在文档中选择的对象来确定的 例如当前选择的意思屏下 那么属性面板上就会出现发展的相关属性 如果选择的表格 那么属性面板会相应的变化成表格的相关属性 浮动面板 其他面板可以称为浮动面板 这些面板都浮动于编辑通口之后 在亲自的使用JMelo8的时候 这些面板分属功能被分成了弱端组 在窗口的菜单中 选择不同的命令可以打开基本面板组 设计面板组 代码面板组 应用程序面板组 日元面板组和极客面板组 终于把JMelo8的基本工作界面丢套完了 以适合你的了解它 从现在开始 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一个小房子 要制作一个为大家浏览的网站 首先需要在本地词团上制作这个网站 然后把这个网站 成为互联网的外部服务器上 当时在本地词团上的网站 会称为本地站立 对于互联网外部服务器里的站立 会成为远程站立 网站及网络站里的点称 是指在依靠网上 根据一定的规格 使用HCML等通知制度的 对你展示策略内容的相关网络的集合 简单的说 网站是一种通知工具 就像通告栏一样 人们可以通过网站 来发布最远想要公开的通讯 或者应用网站 来提供相关的网络服务 人们可以通过网页浏览器 来发布最远的网站 或者自己需要的资讯 或者享受网络服务 CML8提供了对本地站点 和远程站点 潮信的管理功能 下面我们通过 推化这边结构 创建站点 搭订这边结构 文件里面应该的管理四个步骤 来创建站点 推化站点结构 网站是多个网站的集合 包括一个热钢和热钢的分页 这种集合不是简单的集合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 在创建任何外游站点之前 要对站点的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 决定它创建多少页 每页上显示咱们的内容 页面布局的外观 以及课页是如何互相连接起来的 我们可以通过把文件分门别类的 放置在刻意的文件章里 使网站的结构精心明了 可以管理和查找 下面让我们来学习创建站点 在Gmail 8中可以有效的建立 并管理多个站点 搭建站点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是利用向导完成 二是利用高级设定来完成 在搭建站点前 我们先在自己的货帮硬盘上 建立一个英文和数字明明的 冷空文连加 请多开竿栏 站点 管理站点 搭建芯片按钮 搭建站点 在打开的窗户上方 有基本和高级两个单线 可以在站点向导 和高级设置之间切换 下面选择基本标签 在文章栏中 输入一个站点名字 你在Gmail 8中标识在站点 这个名字 可以是任何你需要的名字 搭建下一步 就向向导到下一个界面 询问是否需要服务器技术 我们现在建立的是一个性态页面 所以选择好 单击下一步 在文档设置反应站点 能够带地址 单击下一步 进入站点定义 我们先在站点完成后 再与服务器FTT认接 所以我们选择5 单击下一步 单击完成按据 结束站点定义对外套的设置 单击完成按据 文件面板显示出刚才建议的站点 下面我们来学习搭建站点结构 站点是文件与文件的集合 下面我们根据前面对Teacher网络的设计 把新建PT的站点要设计的文件夹和文件 新建文件夹 在文件面板的站点 就秘密架单击写到右键 从团数态当中选择新建文件夹 然后选文件夹命名 这里我们创建新建的8个文件夹 中间命名为IMG MEB SWF PSC KFS GS FOAN 和SY 创建页面 在文件面板的站点 是目录下单击使用右键 从团数态当中选择新建文件 然后选文件命名 首先要分担首页 我们把首页命名为 intres 再分别新建 00.html 或者你需要 可以建议 可以建议 02 03 05 等 文件 以文件般的管理 对新建的文件和文件夹 可以立行移动 复制 从团名 相符 和基本操作 单击鼠标左键 选中所需要管理的文件 或者这些文件增加 然后单击主要右键 在弹性移动中 选择 选择选择选项 我们可以 选择 复制 删除 抗计同选等 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好了 本集课的内容已经结束了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你明白 Gmail 8的操作篷定是什么了吗 掌握建立站点的步骤了吗 在下节课中 我们会随时到 页面的整体设置 文本的插入 与攻击 这些图像 插入表格等技巧 下面 让我们用我们的 审美技术 跟耐心 设计出 令人软硬的网页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